好 Yeah 好可惜 OK 乾乾你差不多也應該跟我說你要拍什麼吧 對 是這樣子的 其實因為我前兩週對飲食比較放重一點 就吃了很多真的很好吃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我前幾天又去南部旅遊 南部真的是美食天堂 那整個吃到現在呢 我照鏡子我嚇一跳 變得很浮腫 就是尤其是我肚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來趁這個機會加入 不要 我很想健身 總之我現在的體態就是這樣 尤其是核心這邊 這個脂肪 非常的厚實啊 既然我前兩週這麼放縱自己 所以我決定接下來給自己訂一個非常嚴格的計畫 我打算在接下來的十天呢 每天只吃同樣的這些東西 就是呢 不管我一天要把它分成兩餐或是三餐 總之在這一天之內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 我不能吃任何其他的東西 這些食物的熱量跟蛋白質都把它算出來 標在上面了 大家可以暫停解除下來收藏 這些食物的熱量總和約為1850大卡 比我的基礎代謝少了將近450 所以說食物的種類選擇就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挑轉換率高的食物 那改天那訓練上會不會做出一些調整 訓練上的話我會更嚴格的加強自己 一定要達到每一天充足的訓練量 然後來看一下這十天 我的體態可以回到多好的狀態 大家也一起監督我一下 對對對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訓練去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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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飲食控制的第六天 那我记得在刚开始前两天的时候 没什么太特别的感觉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这天想吃东西的欲望来到最高点 超想大吃特吃的 但是撑过前三天之后呢 就觉得一切都顺利了起来 然后再加上吃的都是食物的原型 所以身体觉得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舒服 然后早上起来 看着尽踪自己的腹肌 也让我的心情 非常的平静 还剩下 五天 继续练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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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